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漫無雙人 我們就講下一部 下一部就是一部原創動畫 原創動畫應該有些分家 值得一提的這部原創動畫都大有來頭 因為那個編劇就是林夕孝 林夕孝的最出名作品就是Stand Gates 近年跟很多遊戲劇作家一樣 他都轉頭動畫一介於第一部原創動畫 動畫是動畫工房製作 這部原創動畫在近幾年也很刺激 也很刺激的一間公司 也有是Galoo Game起家的一間 動畫工夫的中司也是一間 中文叫可塑性記憶 即是交記憶 不是 你用英文 用Pasting Memory Pasting Memory 是交的記憶 你不要說他的記憶是否交 但是他的設定一定是交 為什麼這麼說 這一套故事其實是說回憶 他的故事裡面就說 在這個社會裡面 其實已經開發了一些很像人類的機械人出來 這些機械人就會陪伴著人類 即是他當作商品 應該是用商品賣出去 肯定是商品 我不知道是賣還是租 總之你可以獲得 總之你可以獲得 你有途徑可以獲得 有些公司專門管理這些機械人 主角阿C其實就因為盲腸炎落榜 就去了一間SAI 沙兒寺 沙兒寺 開來他說是善口 我以為是殯儀 其實都有善宗服務的 他是善宗服務的那種 寵物都有善宗 機人都有善宗 很正常的 對吧 其實本身在故事的設定裏面 其實他就是說 因為這些這麼像人的機械人 其實他們基本上和人類沒有分別 其實當他和人類相處之後 其實他們是會創造很多的回憶 但是很無奈地 這些機械人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壽命的限期 一個指定的壽命限期 這個其實也是他和真實的人的分別 真實的人也有 不過是假扮性的 真實的人也有 真實的人也有一個壽命的限期 其實就是 不過我不知道 如果你認識過沒有的 你介紹給我認識一下 他們的限期就是 九年零四個月 在這個設定之下 其實SAI這間公司 是要到期前 他就要去回收這些機械人 因為如果這些機械人過了限期的話 他們的記憶和人格就會出現問題 出現有缺陷 差 所以他們負責就是 和持有者回收他們 這個故事裏面套路 大約的套路 本身你說回憶那件事 其實也說到這些是好像人的事 他可能是一個心靈的寄託 其實對他來說是有點難寫難離 我至少在第一集裏面想描寫那件事 就是那個婆婆 可能已經沒有人沒有什麼 有一個這樣的人陪著他 做一個家人 就已經是心靈寄託 對他來說是一個家人的感覺 純粹是有東西陪著他 是的 你這個有東西陪著他 這個字是海圈和我怎樣告訴你 這樣說 我知道我以下跟著說的一些感想 是會有一點點像是涉足這套作品的感覺 首先 我很客觀地看 作為一個設定 九年零四個月 你設定得那麼死的話 簽約的時候 你沒理由不知道這件事 只可以用九年零四個月 好 電話沒那麼長 老實說 簽租約的時候 我用回很正常 你這些說 如果你不交還的話 你就要罰不知多少錢也好 你可能會終身監禁 一定有條款 然後你還要找人去回收 首先 對我來說 三集裏面 那些有機械人的客戶 他們的反應是異常到不得了 他們好像是不知道這件事 九年零四個月 合約沒有寫的 不是 他們好像不知道 有這樣的事嗎 今天到期了 我不知道你們有什麼情況 前面你來之前 打電話通知聲音也好 大哥我驚驚一下 過月上來回收也好 大哥沒有 而回收這群人 你沒理由不知道這群人的存在 老實說 他們某種意義上 他們是拿正牌去修理東西的 OK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這群人 他們反抗的理由 其實是說 他們不能被取代 他們已經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不可以被人帶走 但是如果 記憶是會被破壞 其實他們當中的東西都會沒有 你只是留一個驅殼 等同於什麼 你留一件大型不可言的垃圾 在那 其實 動畫暫時都沒有做到 如果過了限期 會有什麼效果 但是 是否真的 一到限期 那個機器人馬上不懂得動呢 說明是限期過了 就會人格崩壞 人格崩壞 會不會是 可能 甚至乎 原來影響很明顯 可能 Irobot 應該很明顯 純粹就是 好像 那個機器人發生了一些 叫做 我們人類都有的 腦退化 或者 忘記某些東西 事情很差 這樣的 很迷細的行為 第三點 其實我剛才說完 現在的這麼多點 是 我在講一件事 這個在現在講 先講一件事 為什麼這套本來是一套會令人感動的作品 會令我覺得不感動 第三件事是什麼呢 這班機器人 他們說得很像人 你也看到 這隊機器人 在現階段裏面 我看到 個個都是聖人 每個人都說 我知道我走死了 那 沒辦法 這些事情 我也不想 然後 旗限的事情 我知道 你自己死回去 可不可以 沒有這個設定 可能出產品的時候 沒有這個設定 可能 可能 新型機器人有 我之後 距離距離說 我也知道 你會來接好他 然後我真的說 他就說 你不懂得死回來 你門口 在你面前 我知道我說話比較粗糙 在這個位置 但我真的有這個衝動 這個設定裏面 要感動 其實九年零四個月這個限期 其實 沒有這樣的必要 我覺得這個位其實是 你純粹說 會怎樣發現 這些機器人 其實會 開始會出現問題 就是他們開始會出現記憶障礙 那時候 而這些記憶障礙 可能慢慢由輕微到很嚴重 好像剛才所說的 過了限期 有人之外 有人之外 如果沒有這個限期 持有者其實是說 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等同一個人的生命 其實我不知道 但是 由他照顧我 變成我照顧他 但其實 就算他為我的生活 帶來不變 我也因為 已經跟他相處了這麼久的日子 我已經當他一個人 我不想放棄他 而這幫人 為什麼這麼難 就是因為 他們要找到他們 要驗證他們 那些機器人已經是有缺陷 或者他們會做一些異常的行為 而創造的是 機器人自己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是一個聖人 他們說 我都跟我的持有者 建立了一個難以分割的關係 我不想離開他 我會反抗 所以你才要人去回收 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 每個人都沒什麼所謂 你回收我 就隨便 其實 我覺得 感動位在哪裡 其實現在的感動位 我是 我明白那個故事 其實是 想走什麼 老師 是有那個味道在裡面 但是 當我一想回設定 其實 因為你有設定限制 我就覺得 這些東西是一點都不感動 其實我是 挺認同樹山說的 雖然樹山說自己是 但我會說 那個設定的用意很明顯 甚至乎 因為你重視 可能看這套東西 有些感覺的時候 你才會重視這些設定 才會質疑 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我看過問題 就是那個設定 跟他想帶出那個原意 最後是相違背了 最後會出現的情況 很明顯看到 為什麼要機械人 變成像那個人 但要設定期限制 想做到那個感覺 就是無機質的一個死物 做到像生物一樣 而那個人有一個喊奇 人頭的感情下去 但必須要終結 這個是想帶出那個張力 我甚至會說 一件這樣的事 其實 如果他要玩大一點的話 其實他可能是說 一個社會上現在出現的問題 就是現在獨居老人 也好 或者是你想要個虛擬女友也好 或者是某些事件 失去父母的小孩 或者是行動不方便 他怎樣去 就是靠這個機械人 所以你才會建立一個很深的關係 就是他已經清楚了你所有的東西 你也很難說 如果你想跟他分 究竟人和不是人 這件事 其實你不需要設一個限期出來 就是你可以有一個 我覺得說 概括是OK的 但你指定得太死了 就是你連事分秒都和我定了 其實我覺得我沒話可說 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明明很明顯看到 那個作者想拿這個設定 出去做他的故事 但最後他做的故事 真的寫下去著墨的地方 又做不到他真的要去著墨的東西 因為你看回第一集 其實那個重點 完全不是落在那個 機械人和住人的故事 很少的 就是一些很片面的 角色的設定 其實放在主女角 正常來說 你可能他不會收 那人會反抗 就是我們這個機械人 很重要的一個機械人 我不想找到爸爸 你哭一輪都好 但你都沒有 這個位置也是說到另一個位置 我覺得奇怪的設定 他一定要一個機械人和一個人類 去做回收 老實說如果我這個設定 其實是什麼呢 人對人 機械人對機械人 叫做什麼 大家同種做 我心同感受 我知道什麼事 如果他做到好像善充服務 那樣的話 其實你在說這件事 就是我明白你的擔憂 你的問題 但是說 沒有辦法 其實性格之後 可能會變得很殘暴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他現在設定到沒有說 故事裡面也沒有說 暫時沒有看 而你說這件事 他們就是要什麼呢 他們知道就是 如果你們再繼續這樣的話 會為雙方帶來更大的痛苦 就是你當是交心 令到他肯放手 將這段關係 成為一個他們 他們之間的 獨特的回憶 保留在人 自己的人生裡面 就算他消失了 他們的關係也沒有消失 其實是 甚至可以做 第一集已經做了一幕 有一個機械人 然後他說 會被洗腦 他出來之後 你再遇上他 他已經成為了另一個家庭 或者另一個人的機械人 那其實你跟他 可能說一聲嗨 然後一個擦身而過 我覺得這樣應該很touch 其實是 但是你現在跟我說 這件事 都是我性格的問題 我想到現在整個故事 根本是一個 黑心公司的故事 你學了幼貌的 不是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一向都跟你說 這個黑心故事 我也同意 為什麼是黑心呢 我講完一些 我很想看一些 治癒系 但無奈他讓我看到這些 我都不得不得 不是 你瘋子太黑心了 我明白 你的心太黑了 我才遇不到你 我不是 你嘗試 你先說這些 黑心的故事 我不否認 首先 他間這樣的公司 出售這個服務 904個月 去到完之後 然後就會清洗這個記憶 條款 他的規則寫不就是 為什麼一定要持有者在場 因為他們之間有些獨特的回憶 他們這些獨特的回憶 是他們不可以讓其他人知道的 但是 又一出了個畫面寫著 是不是 是否reset 是不是reset 的東西 然後就會回收回它 然後我就想 其實有沒有reset到 沒有人知道 那個界面是這樣寫的 為什麼公司會越做越大 其實你要明白 當你買一個機械人 那機械人9年 Ellen Elixir 跟出跟入 你有什麼 不是icozy 或者你做過什麼 不見的時 甚至你銀行戶口號碼 他都知道這一回合 非道理 這公司怎麼可能不壯大 一切偶點 獲銀釘的錢本來沒有了 到達了 waited 第二點 其實是你曾見到 其實因為你設定了一個限期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 他是一個技術限制還是什麼 你見到男主角阿C 其實在阿婆的故事裡 他也跟他推介過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優惠計劃 後續的優惠計劃 後續優惠計劃 後續優惠計劃就是 你可以照用這個身體 我們可以重新把它重新 你可以再跟他度過 另一段的人生 另一段的九年零四個月 這些很明顯是 惡得雙法來的 不要 我不惡得的 純粹你看看你付出的禁劃 九年四個月他公司設定 為什麼一定要三個換電話 他們設定你要一定要換電話 到時候會壞的 你家裏的 這是往事的政策 如果是樹齡的話就不會 九年零四個月那麼久 一年就換了 一年沒什麼沒益 那三年了 三年都不夠 三年還沒夠 你知道嗎 九年零四個月 如果買個機械人回來 是作為伴侶的 他有個什麼 任何東西以十年為期 就是一個紀念 他不用慶祝十周年紀念 九年零四個月 你不能爭 你真的 這間公司 他簡直是算無為賊 不是 可能在你養熟之後 我們很需要一個機械人 我們不懂得分開 不要緊 我告訴你 我們新出一個機械人V2的計劃 他不是大了 可以記錄到十八年 但是當時他的價錢都貴了 見到課金計劃 加到I.Calvin 竟記憶備份技術 你已經有更多面貨 成衛美金九千九百九九元 要不要 這麼便宜 就像Lupus那樣 那些人是會有 到十八年之後 再升位 到二十七年的計劃 再加便宜 加錢 那人死了沒有 我不知道你 那你是不是光電視這樣做 無差 因為他有些不應該說的 細位設定 他都說出來 我會破壞了這套 我真的不會跟你說治癒 我現在跟你說設定 另外其實他的合約 裡面沒有寫明 純粹內部之恩 就說九年零四月 我就要回收這個機械人 如果你這樣說 每次都跟我說條款的話 你拿這個機械回來 它是一個交易 交易一定是涉及條款的 這個條款的話 我不能不想 就是 根本上這件事是死的 你設定死了 是不會有感動的 這件事是交易 有賣有賣 你不怪我 你租的 令到我很難待 我想看感動 我真的感動不起 你現在跟我說條款 你就會好像收到一個電話 你要交卡數 就到最後限期 不是的話 我會收你插柱 你的感覺是這樣的 現在 不是啊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對著我的電話 感動留下 你不會的 現在保險 借貸都很保險 很溫情 會說到是 大大講條款 你其實可以升級 因為 你可以做這個免式分期 那我介不介意 我現在幫你做了嗎 你這個 你不會跟他說 好感動啊 你居然跟我說 這個免式分期 這件事 這件事 我可以說過一件事 就是 作品裡有很多設定的事 其實是很有那個 你看到是很明顯 想做那個營造的感覺 是做一個感人的故事 就是催淚的故事 甚至適合樹齡 那個分期付款 那個設定 就是那個 索阿福的設定 其實本來都是想 帶出那個老婆婆 跟你說 這些東西不是要我的 我們想要跟機械力 那個人 去陪著我 那這些東西 又怎能推銷我呢 其實這些設定 全部都見到 是一個顯而意見的用處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故事一直都是 跟那個設定 混合不了 就是那個故事的描述 重點又錯 就不是去到 我們想看那個角色 就是那個機械人 那個主流的故事 去back up 那個設定 又做不回 而是強行那個設定 很刻意地 跟你說 這個人是催淚的了 我現在寫台詞 給一些音樂 那些對白 全部催淚的東西 你應該要哭 你受不受呢 你應該要哭 因為本來你說故事裡面 他一開始 第一句是 如果你知道自己受 什麼時候死 就是你受命的限期 是什麼時候 你會怎樣 那個重點在於什麼呢 並不是回收貨那幫人 而是每一個機械人 當他知道自己受命 就來到終結的時候 他怎樣為他的持有人 去做事 他們會在這個情節裡面 他們會做出什麼的選擇 你不是跟我說 每個都是聖人說 你來回收我 好啊 我知道 如果受命有限期 那你現在頭三集 回答了我的答案 就是什麼 好啊 你哪有幾天時間 四下 say goodbye 都要 你點了一題 然後你用回收 你是用回收貨的事點 就是這幫善中服務的事點 去做的話 也不是跟著的話 我們作為善中服務 最後這十多天 我會陪伴著你們 順便做檢查也好 沒有什麼都好 看著 你可能再用另一個角度 去看著這個機械人 在最後這個限期裡面 他為他的主人 為他的持有人 為他重要的人 做些什麼 你不是說這件事 而是你馬上說 收帳啊 你現在交不交出來啊 現在 我交吧 然後他就說 不要太生氣 我知道 我只是賭檢 你還是明白 我錢 我還沒找到 所以其實很奇怪 就是說 剛剛這一個說明說的 就算是最後跟他說 好 我去 我沒問題 走就走 是可以做得很感動 好像第二集 那傢伙在弄車的 你說 師傅 讓我弄完這輛車 完成最後的工作才走 不是 走了 OK 扔掉螺絲批 拜拜 那個主人是怎樣 搞什麼啊 搞完徒弟始終會走 沒有師傅 沒有徒弟 這樣下來都會走 沒問題 其實 就是 你給多一點點的時間 多一點的細節 去描寫主人機械人的故事 只是一個問題 其實只不過是 你不加上去 就變成整個情節很大量 我不知道慶仲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 作為黑心的 你會覺得我是冷血還是什麼 但是 我真的這樣說 我真的感動不出來 看著這個設定 我只能夠說 我不如笑 我哭不出的 我笑 這套東西 叫做塑膠記憶 我的感想就是 這套東西很塑膠 就是很塑膠 你回去坐於 很多東西很死板 硬山山說 那些台詞分明是要做這些感動 設定是要做感動的位置 音樂會覺得很善靜的音樂 很慘 那些是 所有東西都做好 但內涵 去不到我 帶不到我的人去到那個氣氛 我是去不到那個感受 那我就會覺得 那整件事真的很掃膠 你硬硬山山給我看 好像扭蛋令了一件精品出來 但是我怎麼感動呢 沒有 他質認的重點 反而去了哪裏呢 就是去了Ella 和阿C Ella剩下的 在第二次的原因說 最後二千小時 二千小時 我剛剛計算了 是一個 8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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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個月左右 讀了一季 我告訴你 直接回到 很老實地說 其實我現在有一點點 人與人之間的事情 當然你不想說到 每集都死人 好像東京雙殺 你不想這樣 我明白 所以你用一個機械人 一個借代的方式 去溝通這些事情 如果你這樣的話 其實我是理解的 如果你只是 跟我說 這個故事 純粹是講 Ella這個角色 剩下最後這三個月時間 究竟她會做些什麼 我覺得其實是不到 最慘的是 男主角 都不知道你了 最後三個月時間 然後最後男主角 其實我憑父親的關係 其實我extend了她 我是一個成功人士 這樣的話老實說 我一定是會拍檯 我覺得 以我的理解 現在有一個 8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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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設定 應該就是 剛剛說明可以怎麼看 那樣東西 如果人 一個樣東西 知道自己的 期限完結的時候 有什麼時候 那會怎麼做 我相信 我想說 Ella就是 她的 那個點提地方 就是Ella知道自己 13天 會做些什麼 不是她一直都知道 相信 她是聖人 而這個位置最重要的是 阿C這個男主角 她看到這些 這些 這些叫做 離別的場面 她慢慢接受 越來越多 然後她知道 Ella 即是到期了 她快到了 她快到了 要見賢王 妳在這個位置 我可以為她做些什麼 但是 這些位置 其實就是靠什麼 她叫做 得出就是 在她過往 在這個工作期間裡的經驗 她去找出一個答案 然後告訴觀眾 一個什麼的答案 其實他們是想 這個點提 答回第一集裡面這個問題 如果我知道生命有限期的話 我應該做些什麼 妳多老套的答案 就是創造更加多的回憶 這樣也OK 我不會質疑 你不怕救 我不會質疑你的答案 但是妳現在就說 至少在劇情裡面 就是她每一個回收裡面 妳做不到一個位置 其實我有一點點反思 其實我是不是 現實中說 跟一些人的關係 其實是不是都是這樣 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I'm sorry 我是黑心的 現在 我是一個很制度化的人 我現在真的跟你講規則 我現在真的跟你講 你的規則就是設得太死 現在 我感動不了 Sorry 就是我們 上一季 我們講完結的 東番的時候 那個死亡遊行 Death Parade 那時候講了一個 我自己講的一件事就是 很多作品的類型 叫做死亡的代理 可能是 地獄少女也好 詩人歌也好 死後文 死後文 拍Death Parade 也就是 很多牽涉到一些東西的完結 終結死亡 這些東西全部 再回顧之前發生了什麼事 通常她的主族就是 每一個小事 每一個單元 contribute到一些想法 一些idea出去 去給觀眾也好 給主角也好 去想多些東西 到最後 完結那一刻 就是去總結這麼多個故事 去給主角 達到什麼 給觀眾想到 原來這些東西 可以有什麼想法 Exactly 首尾呼應 如果是現在這個故事 頭就開得不太好 其實 因為 重點其實不是那裡 我發覺 但是編劇 要編劇 這些設定出現 我覺得她的idea 是ok的 不太好 甚至我現在是期待一些聶技的畫面 我甚至覺得 就是 我是想看一個機械人 當他人格崩潰的時候 他拿著把刀 劏他主人 然後還要 會有一望 我是期待這些畫面 我已經是沒得救了 你已經死了 他們說 九年四個月之後 會人格崩壞 說而已 有沒有見過 沒有 可能那天最後沒有事發生過 什麼事都沒有 他騙你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畫面 我覺得 我期待一些人可能會 可能是有懸念的 因為 他那裡說到 主角昏過 真的過了那個下期 那怎麼辦 總之你一定要搞定他 答案 他就不說過了 那時候 好像淡化了這件事 沒有 好像有些 我覺得 我覺得 你在現在這個階段 當然要成功 來自 首先要 以生命感動生命 這些事 你要先做 然後 你才說 給個悲慘 但現在感動 我感動不了 黑心我就看到 可能全靈黑心進發 之後就已經 我相信不會 而你現在根本上 給我看到 就是說 我現在真的想看的 我現在完全不同了 我從第一集看完之後 我已經完全不同了 我覺得是 這集 這集他講什麼 主角 萬腸炎走後門 入公司 童工 還未成年 童工來的 其實他講的東西 全部都是什麼 走法律 走灰色地帶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 你現在這樣 你不怪得我的 所以結論是 權力就可以得勝 應該只會有 當然這套東西 我會看完 他圓回那一刻 他能不能夠 在最後十集裡面 挽回這個失分 你又開到過 我沒有開到過 他有沒有 可不可以挽回這個失分 令到我有一絲的感動 很高難度的 我也知道 我一種臉其實會好一點 不用感動你了 還是我最期待的畫面出現 要滿足樹苓的黑心 很難 很容易 其實也要感動 我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 真的嗎 我也是 真的嗎 真的嗎 要不要拿去驗一下 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也是想看到的 但是你做到 你都要 你都要 沒有用的 拍了感人的故事出來 看上去都是黑心的 你都要給我 那些太弱是真的 我都覺得 你都要給我 有感動的誘因才可以 當然 當然這套日流 不知道最後十集 就是你看一下 就是最後一季回來 這十集 究竟可不可以挽回這個劣勢 真的答到他第一集的答案出來 當生命有期限的時候 你會怎樣做 這件事出來 老實說 你答得到的話 我給你一滴眼淚 你硬答得到 我都給你一滴眼淚 你記得嗎 你記得嗎 如果不是 就變成了 這套動畫的開放很棒 我會覺得 看完這三集的結論 就是我覺得 這個製作組 應該學習一下 一個日本漫畫的大師 有一套漫畫 是講機械入 和感動 他寫得非常之好 那套漫畫叫做 多拉A夢 他呢 是將這個機械人的離別 寫得非常之好 其實應該去參考一下 有離別嗎 有啊 有劇場版 Stand by V Stand by V 你變成了 雖然就回來了 最後的確是 嗯 好了 那這一套 我們去這套 我們去下一套 我們去下一套